新北市花艺协会3月10日将推出花艺展 花艺协会每两年会举办一次花艺展 上次的主题是贵妇下午茶 而这次则是花仙子 另外推出两场现场报名免费插花的体验 还会送出美丽的花草盆栽 欢迎喜欢花艺的朋友一起来观摩 一盆花 两盆花 仔细一看 这不是盆 而是餐盘 将生活随手可得的背盘器具 加上蔬果跟美丽花卉擦出火花 蔬菜水果在食用前拿袋装饰 CP值瞬间大幅增加 充满趣味又能走入家庭 用来茄子香蕉在还没吃之前 可以拿来摆一下 盘子那么大 没有加上一些东西超级单薄 于是加上苹果配上番茄 新北市花艺展要让你学会 简单设计花艺作品 开幕当天会有服饰秀 表演给大家看 那平常的话 来参观的朋友的话 开幕那天会有赠送小盆栽 那再加上我们会有两场的 那个DIY的插座 插花有两目的 一是修生养性 二是学会第二专长 有些家庭主妇为了小孩回归家庭 等胎子长大后重返职场 遭一根社会大脱节 这时候就能运用插花 刚当老师到花室上班 做婚礼场步 学志用 藉由我们展览 你可以更认识花艺 说它原来它是我平常 我生活我就可以接触得到 就不用说一定要我去花店 或是一些重要的那个场合 才会有用得到 新北市花艺协会举办花艺展 要让民众一起来了解一下 何谓插花 记者神兆你需三重 参观不到 诶 砂继 并 不 诶